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000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研发项目已经正式启动 本期讲堂 虎哥就带大家瞧瞧 这个跑道每小时4000公里的超级高铁 超级高铁最初由特斯拉等公司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在2013年提出 我国也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相关研究 高速飞行列车是只利用低真空环境和超声速外形减小空气阻力 通过磁巡浮减小摩擦阻力实现超声速运行的运输系统 跟核喜号这里传统高铁相比 高速飞行列车最为突出的优点是速度快 现在高铁平均最高时速在300公里左右 民航客机的时速约为1000公里 而高速飞行列车预计速度相比 现有民航客机速度要提升5倍 最大时速可达到时速4000公里 这相当于音速的3.5倍 时速4000公里 观众朋友们 您可别认为火哥在吹牛 这消息可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发布的 航天科工最主要的业务是洲际核导弹 像什么东风21 东风31 东风41 都是他们加造的 你想想 马上核导弹的场子还能骗各位不成 中国航天科工拥有丰富的重大项目系统工程实践经验和技术积累 具有大工程必备的仿真建模和大系统试验能力 以及国际一流的超升速飞行器设计能力 这些为高速飞行列车项目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 既然航天科工都说已经开展的 时速可达4000公里高速飞行列车项目研究论证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这一概念是具有技术可行性的 无论是轮轨还是磁悬浮高速列车甚至是战斗机 当速度超过一定值 空气阻力就成为前进阻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例如普通轮轨高铁 当时速达到400公里时 空气阻力占到其全部阻力的80%以上 速度再高就很不经济 票价也会高很多 再比如战斗机 现代战斗机在高空飞个两倍音速三倍音速那是普普通通的事情 微信搜索迷彩户公众号 关注和回复音速 G20飞行员告诉你 静如处子 动如脱脱的超音速飞行体验 但如果跑到大气轴密的低空 数倍音速的动压会把飞机压散架 就是我国的歼10和美国的F16低空飞行时速 也就一倍多音速不能再多了 因此我们要另辟蹊径开始尝试真空管道了 上千公里长可以容纳磁悬浮列车在里面行驶 这么大的真空管道真的是想造就能造吗 这问题咱一个一个说 所谓真空管道就是可以承受着一倍大气压强的管子 技术上难度很小 类似的真空管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 学校的白纸灯灯管 家里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管比比皆是 2016年我国高温超导领域首位博士赵勇 率领其团队研制的第二代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试验系统 通过壁挂的运行方式 在小半径环形轨道上同时实现了低压和高速 在第一代设备的基础上 管道内的最低压强进一步降低到647% 相当于抽掉了管道内约99.5%的气体 现在的军用潜艇就是个大管子 能承受30多倍大气压强 何况这区区一倍的大气压强 另一个难题就是管子要坐上千公里的长度 这个现在也能实现 比如天然气输送管道 现在输送天然气的普遍使用的X80级钢管道 能抗住相当于100多倍大气压强 并且直径能坐到1.2米 上千公里长度还不漏气 当然高铁要用的真空管道直径会更大 之前没有做是因为没现实需求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当然要坐大还有一些难点要攻克 但整体难度应该不会太大 除了管子如何实现磁浮列车 在真空管道中高速运行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也是这项技术的核心 而去年赵勇团队的第二代真空管道 磁浮浮列车试验实现的全系统调示 正为超级高铁核心技术研究 提供了试验研究平台 这对于有效推动高速地面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 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超级高铁虽然刚刚起步 并且还面临着很多难题 那么不应就此失去信心 科技一直在不断进步 请相信我们的中国速度 请相信中国科研的水平 如果超级高铁能够成为现实 或将根本性地改变世界格局 进行了英国和美国 凭借对世界海权的控制 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 而超级高铁将存根本上 打破海权对运路权的优势 甚至会将海权边缘化 未来超级高铁发展到运力足够大 运费足够低的时候 所有的货物和人员运输 都靠快得多得多的超级高铁走 什么制海权也就意义不大了 这对某个远离亚欧非大陆世界岛的国家而言 不易于五雷轰顶 节目最后 火哥推荐一款 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看一篇文章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收益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另外 你还可邀请好友 或者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来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除获得两元佣金外 好友的每一个优效阅读 将向您进购20金币 好友越多 阅读越多 你的金币收益更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